秦拿属于中国武术技法之一 原意技法 利用人体关节穴位和要害部位的弱点 运用杠杆原理与经络学说 采用反关节动作和集中力量攻击对方薄弱之处 使其产生生理上无法抗拒的疼痛反应 达到拿其一触而秦之的效果 秦拿是中国国术技术中演变而来 就是我们所说的分清错武术 在中国传统武术中 每一派的武术中都有秦衰技术 但是这些积极术大体分为太极的秦拿手和少林的秦拿手 两大部分 太极的秦拿手主要有城市太极拳的32路秦拿手 与这个秦拿点穴的功夫融会贯通 少林武术中很早就有一种叫禅师秦拿手的功夫 有72路秦拿手和32路小秦拿 以及108路秦拿手 其体系中都包括了这个踢当 秦拿 撇臂 跨栏 鞋碗 小禅 大禅 端灯 千阳 盘腿 卷腕 断臂等等 由于秦拿战术性强被融入我国军警的战斗格斗体系中 现在秦拿多用于公安 特警以及武警部队 在维护社会治安和保证国家安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国家暴力机关和武警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秦拿的这个风格特点 秦拿呢可以分为拿骨 秦这个反关节 拿筋 拿穴 三类 其中以拿骨为起核心技术 他以这个巧制关节为手段 以秦腹对手为目的 以不伤害对手而达秦霍为高超技能 充分体现了中华武术的巧打拙 柔克刚的特点 这个历史的严格 这个形成了武术的鼎盛时期 明代嘉庆年间 秦拿以蜂蜜一石 著名武将七级光在绩效新书 全精中对因找王的拿 便有了战域 秦拿种类 一 大其拿手 小其拿手 少林其拿手 还有武警其拿手 二 据少林记载 其拿手共五种 少林大其拿手 顾名思义 这套大其拿手 来自是套大开大合的其拿手 朝式沉稳 出手林立 威猛力大 少林小其拿手呢 而这套小其拿手 却是以小巧变化取胜的其拿手法 朝式细巧 变化多端 可在有限的空间内做无穷的变化 另外呢 这个龙爪手 这套武功啊 相比大家都很熟悉了 三十六世这个龙爪手呢 看过金龙老先生的《一天殊龙记》 都见识过这套其拿手的厉害 既由大其拿手 威猛成文 又有小其拿手的小巧变化 且有龙的威猛霸气 即灭抓 一手即灭 威力即他其大 朝式呢 也是走的打开大合之路 抓住敌人 便可以抓力摧毁其体力的经络 让其束手就勤 还有这个分金错骨之用 在七十二秦记里 也是这种比较狠毒的绝学 其实呢 江湖上流传的这个分金错骨手 便是这个出自青拿少林的这个 这季灭抓 因陀罗抓 因这套那个绝技呢 相当于江湖上流传的隔空射污 练就之后呢 便可以隔空将对手抓获 这个威力呢 也是很大的 吸各把人 那是轻而易举的 厉害点呢 还能这个隔空把五百斤的大石头抓起 招式动作呢 这个中国的前处之一 是使用这个刁 拿 锁 扣 扳 斑 点 缠 切 拧 戳 卷 锋 闭等招法 进行这个 呃 轻浮的与这个解脱 控制与反控制的专门技术 其他的手法呢 呃 较多 很多关节活动呢 与手法运用特点呢 呃 常用的有以下17个这个基本的手法 第一个呢 就是拿 呃 握捏对方肢体关节 使其内旋和外旋 二手呢 呃 承你拿给外拿 二呢 就是这个 馋 双手呢 抓握对方肢体远段 使关节扭曲 有大小馋子分 三呢 这个背 将对方肢体反关节 背负肩背上 使其过度伸展 如这个背肩呢 肘啊 腰啊 呃 四 卷 使关节过度曲展 如卷肘、卷腕、卷脂 五是压 用力向下压 使关节的肢体过深 如压腕 别肩、别肘、压腿等 第六是斩 使关节过度伸展 如斩臂、斩脂 七是蹬 蹬踹对方的腿部 使关节过度内翻 如蹬小腿 八是抱 双手抱环 使对方肢体不能运动 如抱腿、抱臂、抱腰等 第九是转 使关节肢体过度扭转 如搓颈、搓肩 十、锁 使活动部位 活动受阻 扭转不动 像锁喉、锁肩等 十一、分 实力分开关节的正常部位 如分子 十二是抓 抓对方要害部位 使其不能活动 十三是推 使肢体关节离身体重心 如撑饿、推紧、踹耳等 十四是扳 使关节过度辗转 如扳头、扳腿 第十五是扣 用指伸扣五官或要害 像扣眼、扣鼻、扣筛、捏肩、挖海等 十六是托 紧握、肢体一端 反关节用力上托 如托走等 十七就是点 进攻穴道 如点死穴、点哑穴 点昏穴等 练习和实践 由于琴拉术是一种硬敌、捕捉的技术 它通常其他技术方面对敌人进行反撤关节 分筋错骨 使之失去反抗能力而就寝 如踢当、撇臂、跨栏、斜腕、斜腕、小蚕、大蚕 端灯、牵羊、盘腿、卷腕 断并等等 事实上琴拉术也包括了解脱法 五要诀 琴拉有五要诀 第一个是胆大 古人说的 胆大仁义高 义高胆更大 这是一条重要的实践经验 所谓的胆大是指临阵杀敌时的胆略 胆大的建立在对人民事业无限忠诚 对敌人无比仇恨的基础上 在战斗时充满了必胜信心 平时训练为了临战 因而能带着强烈的敌意观念 本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严格要求 练就一身杀敌制胜的过瘾功夫 临敌运用的纯熟能表现出勇猛顽强 机智灵活的战斗风格 敢于同敌人做诸实的斗争 第二类是力熊 身体壮力气熊 这是学习和运用琴拉术的必要条件 是战斗取胜的物质基础 俗话说要毒要狠力量要本 力量为本 百巧百能无力不实 就是说明熊力是习武之要素 如果一个人手无素肌之力 只能在紧张激烈的诸实战斗中战胜敌人 而保存自己 所以身体好力气熊 功力后的人能最快的掌握琴拉技术方法和战略战术 临阵应敌之如 能巧妙的使用避时积虚 虚实并用 以柔至刚 刚柔相机等方法 将敌人攻击之猛力引进落空 功力熊还应懂得介约体力学会 亦即使望劲 既知来历之大小 到里知不畏 懂劲呢 即直立之皱柔 虚实变化 藉劲 既借他人 就ا 替他人 �如四两不天津之吏 builder 即用我的身 连 虚 残余敌人 预击实发 这样就能在交手时 处处主动 另外第三 准确 俗话说 踢打不准 犹如跳进 因为各种勤拿与解脱法 不单技术非常复杂 规格十分严谨 而且在使用时 必须精细准确 其动有方 其用有法 其法必准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踢拿术力求 反折反关节 要超过其生理限度 点穴时 要集中全身之力 用一点击其要害 法道力道 要充分的体现 手道勤拿的功效 第四 是快速 与敌决斗 十分强调的 全是流星 眼是垫 伸手勤拿 快打慢 勤拿术 是硬敌 防身术 因此呢 快速的 勤拿 与解脱 能使自己主动灵活 能以快 自慢 能在快速中 赢得 赤胜的时间 快 这个捕捉战机 攻其不备 快速可以 寻求敌人弱点 多变战法 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 当然了 这个快速 要建立在 准确的基础上 快与慢 是相辅相成的 因此呢 要求在 快中求准 快中求稳 快中求火 快中求巧 要伺机而动 因人而疑 且不可 百合一法 千篇余力 要在快速中 寓意 与一般动作之内 在战术上做到 比不动 我不动 一欲带倒 一静自动 比若动 我先制 以 其先 先发之人 后发先制 第五呢 就是 要狠毒 其拉术呢 本身就是 以 反折关节 点穴自吸 分经错苦为目的 因而呢 这个 灵敌必须 心狠守毒 否则呢 将为敌人 所 俘获 心狠是指 对敌人 不留情 只有对敌人 于死地 而后 才能保全自己 这个 而手段的毒辣呢 是指使 用靠近 敌身 攻其要害 粘贴敌人 四肢和 头身 要紧 以防其 这个滑脱 过 最大限度 以这个 牵敌 牵敌人 各个关节的 十肢 选择 以上呢 就是 我们 讲的 这个 清拿素的 这个 它的药力 那 今天呢 我们就 讲到这 谢谢